You are the cherry on top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have me at hello And I'll never say goodbye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needle in the hay The moon in my night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Ashley 好久不见了 最近一直在家里 隔离隔离隔离还是隔离 我已经隔离了十多天 快三个星期了 因为从我们转网课之后 我基本上就没有组了出过门 就出去买过一次菜 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下个多星期了 我相当于有一个落叶没化妆 但是今天为什么化妆呢 因为我们日语有一个project 本来应该是小组的 但是因为为了减少碰面的关系 我们就把它改成个人的了 就是说一个人要 一到两分钟的视频 然后需要本人在里面 必须呈现 然后我想的点子呢 是一人分饰两绝 我扮演我 我的男朋友 但是现在呢 只能自己扮演 我的男朋友 好 不开玩笑了 当然我这个视频呢 今天拍呢 主要是因为 今天化了账 几次呢 是因为 接下来 从现在一直到下周二 是我作为本科生的最后一周 然后本来应该是这周二录 但是我觉得 这周二呢 就只有日语和经济 跟下周二也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就打算 录一个星期五 星期一和星期三 录一个星期五 星期一和星期二 因为星期二 因为我这些期到最后了嘛 只有三节课 所以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今年呢 确实很多事情比较奇怪 这么堆起来 就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一起发生了 因为今天是 今天是 今天是4月2号 但是我们考试 我们4月8号节课 考试的时候 我第一门是4月21号 也说中间隔了两个星期 按理来说 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 我以前呢 都是 节课之后的一个星期 就开始考试 就比方说 节课是星期五节 对 节课周二节也比较奇怪 一般节课星期五节 节完之后 下周一 接着就有人会有考试 但我一般都是 第二周的周三呀 之后 会安排的比较密集一点 但是这次很奇怪 中间空了一个星期 一个半星期的 当然了 今年呢 怪试那么多 所以呢 不要计较那么多 这个视频 听我来记录 我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 当然了 我还会继续读研究生 我应该还是会留在本校 然后考完试呢 我会在这里待上几天 我会 五月份的时候会过 五月初 我买了五月四号的机票 希望机票还是可以 按期费的 就不会取消 因为很多 我朋友圈里很多人 这机票全部取消 他们都是买七八个 那种用来备用的 基本上会取消 我买的时间算是比较 比较合适的 比较幸运的 因为它政策 你想它 它现在的政策是 每个航线 一周只能飞一次的 那个政策 到五月二号结束 包括转机 就不能转机之间 但转机的那一个城市 隔离的那个政策呢 是四月七号结束 但是虽然现在是有 就是说需要继续延长 那个政策时间 但是我觉得到五月四号 应该可以结束了吧 希望了 然后最近已经在家隔离 隔离的还挺爽 上网课也挺好 就有一个不好 就是考试的时候 需要手打字嘛 像日语需要手打字 然后像经济的话 数学的话 你都需要手打字 比方说你X的平方 都要写一个X的平方 你就很麻烦 还是不太习惯的 但是可能需要考试前讨好 练艺 今天天气也很好 今天 哦对今天下雪了 温哥华既然在四月份下雪了 好像我记得前几年也有吧 这种四月份下雪 那很奇怪 现在 然后就是我醒来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雪了 但是我看我朋友圈 包括我的Instagram上面 全都是就是 在温哥华的人拍的下雪的 视频呀 照片呢 我觉得下台挺大的 但是我打开窗户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 都画了 然后现在看外面 已经都画了 温哥华的樱花也开了 但是因为在隔离嘛 没有时间去拍照 很可惜 我的毕业典礼呢 也取消了 没办法是in person的 可我爸妈买的机票呢 也都取消了 就还买的还挺早的 他还可以全额退 就很好 但是 稍微有点可惜吧 但是我觉得 只要能毕业 这都不是事 好的 那我们就这么说 我们明天再见 Bye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能看到海景 那边还有雪山 今天呢 有空正好做一下400次的咖啡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先试试看吧 好像有成功的希望了 这颜色变浅了 成功了 看这就是成功了的400次咖啡 还挺难打的 我打了气 其实难道打 但其实打了很久 所以那些手打的人 是如何打出来的 我觉得好厉害 好牛逼啊 这个是我加热过的杏仁奶 我跟你讲 咖啡配杏仁奶 绝了门子 特别好喝 好吧 加进来 这里不好好的事情 还有一点苦 但是冬天来说还挺好喝的 哈喽大家早安呢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了 然后呢 我现在要早期复习日语 因为一会儿有日语的两个quiz 虽然是最后一节课 但是 还是有考试 然后上完日语呢 会有清记课 这同样也是最后一节清记课 因为今天是周二嘛 我明天周三 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节课日 二四的课 是在星期二节课 一三五的课 是在星期三节课 那我数学呢 是在星期三节课 但是日语和经济 是在星期二节课 还是好困难 那大家就跟着我一起 复习上课吧 准备在考试前吃个早饭 然后这个呢 是我昨天晚上做的甜树饼 我一直以为是红树 结果呢 它是皮 因为它的皮是非常红 就发红又发紫 然后我感觉这边大部分的那个 根莖类的食物都是甜树 不是红树 但是我觉得甜树 比红树好吃一点 它的颜色 虽然是绿色 但是它蒸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那种浅黄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氧化了 颜色变 变绿了 那我们是要考两个quiz 一般呢 我是把这个窗口关掉 因为它会有声音嘛 然后我们会用lockdown browser 就是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给关掉 你只有那个页面可以使用 然后我现在要login去那个 对叫我要开始做quiz了 希望一切顺利 希望 我考完试了 然后现在回到主教室的界面 然后老师在这里说 read instruction seriously 因为之前 因为有人 在之前 一共有两个part 但是他只写了第一个part 然后第二个part 全都没有分 因为它是一半一半的分 所以他只得了3out of 10 所以老师说 一定要仔细阅 这位同样的quiz for only some of you I have to remake and assign 谢谢 Antonio 是非常有趣的人 provides 有队 an 跳 работ 上称 是 ì 是 大 ivot 啊 达 一足 达 local 好 失礼します 皆好 好了 日语课呢 好 日语课呢 结束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 我本来是可以聊更久 但是我的下一节课是11点 就是经济课我就不需要 退出课 然后晚上我的经济课 shove 还想象 right 这时候已经讲到这里 记得 are 有少数分 数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oblem Set 7 has been graded and posted. Please fill out your evaluations. Okay. If there are no questions, then thank you. And please do not forget to complete your student evaluations. Thank you, guys. All the best on the exam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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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学大概应该就是结束了 非常的平静 一点都没有逼的感觉 我这几个月 我这几个月发现我历价 我长痘痘都是在这儿长 就是这儿 然后这儿 就我都怀疑是我 是我卸妆没卸干净 洗脸没洗干净还是怎么着 但是因为这 我近一个月来 一个月以来 除了上周录日语的那个project 其他我全都没有在化妆 然后它这个地方照长痘的无误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我枕头的问题 这次能回国的话 我应该会全部都换一套吧 包括床单 我也想买一套新的 我想买 我从淘宝上看到 我一套实地载的 我想把它们就改下来 今天很难吧 对 对 可以帮你帮我 帮我杀了吗 可以帮我杀了吗 可以帮我杀了吗 好 谢谢 我马上回发 ロバートさん 明天有试试 诶 本当ですか 诶 ロバートさん 金曜日に休みましたからね じゃあ 今日は家に帰って勉強します 非常不幸 我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起来 但是 周三 已经中午11点12点了 終於完成了最後一届課 然後呢 我現在準備去洗個澡 然後 吃個午飯 下午呢 學習 打算明天去上經濟的最後一個复習課 可能明天早上會聽數學 或者今天會聽吧 因為老師已經把錄音和PPT發到網上了 然後 昨天剛才長了一個超大的痘痘 然后还没有,还挤不出来那种,就摸上去特别大,特别硬 那就这样,咱们一块儿再见吧 Hello,大家好,起来了 今天是星期四,早上九点 然后呢,我打算先去刷牙洗脸,吃个早饭之后回来 听一下数学课,然后呢,准备一下上经济的复习课 然后我的一学期,最后一周就这么过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23号到27号的考试 因为数学考试呢,从21号到24号了 今天天气很好,看到我们往外面的天气 非常的蓝,非常的清 但是这种情况没办法出门,真的是太遗憾,太难过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of the results that we proved on primitive roads this is the file that's called primsum.pdf so this is where I list all the results on primitive roads that were proved earlier you need to know the statements of all these results especially section 9.3, which is the existence of primitive roads 现在呢是十一点整 我呢现在在网课,经济的复习课的网课里面 但是里面只有十个人 因为这是一个复习课,然后老师还没有开麦 刚刚开麦 看看吧,如果是讲课类的话,我可能还会继续听 如果是问问题类的话,我可能就退出了 因为他,good morning everyone,can you hear me well? 好的,那么我的最后一周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